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三节 作业成本管理的学习 那这一节的内容呢 主要是以客观题的形式出现 没有涉及到计算 主要就是一些定性的内容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的划分 我们可以呢,在这一块看到 作业就指的是活动 所谓增值作业是能够增加价值的作业 非增值作业,不明思义 那就是不能够增加价值的作业活动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否能够创造价值是站在企业 还是站在顾客的角度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这一块 它是站在顾客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 能够为顾客增加价值的 这个作业就是增值作业 注意,它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它是站在顾客的角度来划分的 好,那所以的话呢 一定要关注清楚这个角度的问题 单选题 增值作业与非增值作业的划分 所站的角度是 A,顾客角度 B,股东角度 C,供应商角度 D,债权角度 很显然 我们这个是站在谁呢 站在顾客的角度 而并非站在企业 或者说是站在股东的角度 所以答案选什么呢 答案选择的是A 我们所说的就是 能够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是增值作业 否则就是非增值作业 单选题 下列各项作业中 属于非增值作业的是 A,产品组装作业 B,产品投料作业 C,产品加工作业 D,反工作业 那你说 我们这个产品生产出来 是能够给顾客创造效益的 对不对 顾客是需要我们这个产品的 所以说 那但凡是和这个产品的加工制造 能够最终形成产品 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肯定就是增值作业 那不经过组装 产成品生产不出来 不经过加工 产成品生产不出来 没有投入原材料 产成品不能生产出来 但是反工作业 那在这一块 就是基于在正常的 这样的一个制造过程中 它不是必不可少的 对吧 那我们所提到的 反工作业 那可能就是在生产过程中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产次品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需要修复的产品 那我们要反攻对它修复 对它去进行再加工 所以所谓的非增值作业 那就是选择的是D了 前面的组装 投料 加工 在生产制造产品 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B不可少的 而D不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对吧 所以反工作业 答案就是它了 一般来说 作为非增值作业啊 有哪一些 你看 等待作业 我们如果说管理能力比较强的话 我们可以尽量压缩等待时间 对吧 因为这是不是必要的作业了 材料或者在产品的堆积作业 那我们说如果在适时的管理的基础之下 我们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零库存 对吧 那就减少了材料堆积在仓库里的储存成本 没烂毁损的变质成本 还有产品或者在产品在企业内部 移回运送的作业 这也不是必须的 对不对 这就是企业管理上存在问题 所产生的对于这样的一个资源的闲置浪费 废品的清理作业 赐品的处理作业 反工作业 以及无效率重复某工序的作业 由于订单信息不准确 造成没有准确送达 需要再次送达 那你再次送达还不就是无效率的作业吗 这些作业要不要求大家背呢 不需要 但是你看了 留有印象 你就知道了 这些作业都是属于非增值作业 没事的时候经常去看几遍 留有印象 我们在做客观提示 就能够把它选出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21年的多选题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 下列各项中属于非增值作业的有 迂回运送作业 废品清理作业 四品处理作业 办工作业 这些都不是必须的 对吧 他们都是属于非增值作业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ABCD全选 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 罗列出这些例子 他这些并不是为能够为顾客创造价值 我们说所必须的 按到底是不必要的 这就是属于非增值作业 无效率 这样的一个残次品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作业等等 好 这种类型的题目 在客观题中 考核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请大家要关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面一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作业中 属于增值作业的有 A 赐品的处理作业 B 服装剪裁作业 C 产品的切割作业 B 反工作业 好增值作业啊 增值作业 我们就说在生产产品 为顾客创造价值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作业 像服装剪裁 不经过剪裁 服装做不出来 不经过切割 产品生产不出来 但是反工作业和这个 四品的处理作业 它俩是属于非增值作业 对吧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说正确答案 选择的就是BC了 非常好判断 反复来反复去 都是考你针对于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的划分 相对来说 在多项选择题里面 这个难度会提高一点 对吧 单项选择题还是比较能够明确的 好了 那么我们说对于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划分清楚之后 那基于从作业的角度去探讨成本管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本身针对于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 其实站在的角度 就是看能否为顾客去创造价值 对吧 我们就要致力于如何去提高这样的一个管理水平 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效率呢 就是尽量的消除或者是遏制 不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把它打入冷宫 对不对 那就是致力于 那你要去研究作业活动 哪些是增值的 哪些是非增值的 非增值的不能创造价值 我们要想方设法要怎么样 消除或遏制它 这样的目的最终还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你只有为顾客能够创造价值 进而那我们说顾客对我们的产品认可了 才能够形成良性循环 为企业创造价值 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好 那这个成本管理的理念啊 他就说的是基于从作业的角度 要尽量消除遏制非增值作业 好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例子 比如说 作为一个塑料花的生产企业 他通过怎么样呢 要想方设法降低非增值作业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去进行相关的成本管理 节流 对吧 节约了成本 那不就是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吗 所以首先他就要火眼睛睛 要能够发掘哪些是非增值作业 然后尽量降低它 发现啊 修剪产品产成品的这个边缴余料 寻找客户订单 核对订单的 那在这些作业中 它实际上就是属于非增值作业 那应该怎么样呢 减少甚至是消除它们的资源的耗费 所以那我们可以如何来把这个修剪产成品的边缴余料 把它这个这项非增值作业消除掉呢 他说了通过调整生产模具的速速压力和温度 使得塑料花产品一次成型 那这样的话一次成型还要不要去修修剪剪呢 不需要了 所以无需修剪 这个成本就降下来了 对吧 所以把修剪产成品的边缴余料 这项非增值作业消除掉了 还有在寻找客户订单时 可能也会白白浪费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 所以他引进调形码系统 电子追踪客户订单 那也就减少了寻找核对客户订单消耗的人工 把人工成本降下来了 所以他都是首先要去判断 哪些是属于非增值作业 然后想方设法的去干嘛 消除它 遏制它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再看一个案例啊 比如说某连锁餐饮公司是国内知名的火锅连锁店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要到他这家店去吃火锅啊 这个排队等待的时间特别的长 但是有的时候呢 旁边的这个餐饮店 哎 我们讲到是基本上是门口罗雀 没什么人 大家还是兴致勃勃的在排队等待吃火锅 他的班牌率比同行平均高三到四倍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效率就非常的高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益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本来这个等候是不能为顾客创造价值的 是非增值作业的 但是他巧妙的把它转变成了增值作业 比如说在顾客等候餐位的时候 对吧 顾客给你去美甲 擦皮鞋 给你去洗眼镜 提供各种水果和小吃 还呢 可以在这个餐厅的儿童乐园 帮你照看小孩 你可以先去购物先去逛街 那然后实时关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排位 对吧 快到了再回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会导致顾客宁愿花费 等两小时 也不愿意到隔壁 马上可以迅速就餐的餐馆去用餐 这就是这家连锁餐饮公司 把顾客等候这项非增值作业 巧妙的转变为增值作业 顾客觉得没有白等 对不对 啪 没假了 皮鞋擦拭干净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就是企业给企业去 这个开拓了一个思路 要在作业成本法的思路下 就是应当要保留增值作业 尽可能消除遏制 非增值作业 这是他的思路 好了 这样的话呢 第十五章作业成本法 我们就全部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我们主要是分三个内容来介绍的 首先介绍的是作业成本法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主旋律了 对吧 就是他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包括什么叫作业 其他就是活动 就是任务 什么是成本动因 我们说有两类成本动因 根据资源成本动因 把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当中去 所以资源成本动因是引起作业成本增加的驱动因素 我们再根据作业成本动因 把作业成本分配到产品当中去 所以引起了产品成本增加的驱动因素 那作业成本法 其实就是克服传统的成本分配方法中 对于间接性质的费用 也就是制造费用 按照这种一刀切 按照这样的一个唯一以产量为基础 去进行分配的不足 而作业成本法 他去讲事实 对吧 从逻辑的角度来说 去寻找合理的成本动因 能够追溯的追溯 不能寻找合理的成本动因 去进行分配 那再不记得 那没有办法 只能采取强行的分摊了 但是作业成本法 他的主旋律 主要依靠的还是追溯和成本动因 对成本去进行分配 所以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对于作业成本库 他的这个设计 提到过 有这样的一个单位级 还有批次级 产品级 和生产维持级的作业库 我们对于这几种作业库 大家还是要能够准确的区分和识别 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激励 首先将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当中去 这是根据资源成本动因分配的 再把作业成本根据作业成本动因 分配到产品的或者是服务当中去 就是分配到成本对象中去 对吧 我们这样才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夹克和西服 在传统的分配方法下 他对于夹克和西服的单位成本 都没有准确去进行合算 而在作业成本法下 就克服了传统的成本分配方法的不足 那在我们的这个作业成本法下 西服的单位成本会更高 夹克的这个单位成本会降低 对吧 他就是改变了传统分配方法 扭曲产品单位成本的这个不足 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他还是会有一定的困难的 因为作业成本的工作量大 他不像传统的成本分配方法 是采用一刀切的分配思路 所以提到了他的优点 局限性和适用条件 最后呢 我们提到作业成本管理里面 对于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的划分 这里能否增加价值 是站在顾客的角度 是为顾客创造价值的 这才是增值作业 否则就是非增值作业 然后我们基于作业去进行相关的成本管理 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就是尽量消除 遏制非增值作业 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加强成本管理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好了 那我们这一张呢 高评考点 就是如果涉及到的计算题 就是作业成本法的计算 但是呢 这种类型的题目并不难 因为他必须在题干资料里面 把成本动音告诉我们 我们根据他的成本动音 去进行将作业成本分配到产品成本当中去 对不对 可以按照业务动音 以次数来分配 或者说是按照持续动音 以时间来进行分配 强度动音 那其实就是VIP 单独开小灶了 除此之外 都是一些定性的内容 比如说针对于作业的定义 和成本动音 对他的理解 两种类型 对于作业成本法的优缺点 和适用条件 那这个考前去看看 有有印象 那如果在客观题中考到了 那有了印象就能选择出来 最后提到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塑料花企业 还有一个是火锅连锁企业 他们如何去消除非增值作业 或者将非增值作业去进行转换 最后给企业创造了效益 好了 那么伴随着第15章 作业成本法的结束 我们整个成本会计的部分 就介绍完了 主要包括就是13章到15章 对吧 13章 产品成本计算 我们提到了品种法 分批法和分布法 特别是期末 在完工产品和月末 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大家要重点关注于 捏档产量法的内容 那然后14章是标准成本法的计算 那我们说是关于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分别包括价差和量差 而固定制造费用是三差异分析 那也就是6加3 这9总差异计算 大家要会 第15章 作业成本法 是我们刚刚学习完毕的 主要就是针对于制造费用等间接费用 它根据更加合理的成本动因 先将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当中去 再将作业成本分配到产品当中去 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完成 这就是我们整个成本会计的全部内容 我们从以往的考核来看 成本会计一般必出一道计算题 对吧 总要语录均三呢 不能说全出财务管理里面的题目 成本会计必出一道题 那么它的范围又非常在 只有这三章 所以大家一定对于这三章的内容 要全力以赴了 对吧 那当然了 相对来说最最核心的高频跑点 应该主要是在13章 产品成本计算 好了 那这一讲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座大三的翻阅 也就是针对于管理会计的学习 那管理会计相对于前面的内容 那它是比较简单的 就大家不像在学习财务管理时那么烧脑 所以说已经进入到管理会计的学习 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放弃 因为你已经把两座最难翻的大三 已经翻越了 最后一座三 它实际上是一个小三坡 很好理解 好 各位学员 那我们在下一讲中 就是在比较缓缓的平凡的这个小三坡中 再见了